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今天和妈妈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妈妈说,下午的时候都没领多宝宝出来溜溜 现在我们去溜溜完之后,就要接小宝贝呢 那多宝宝可得快点跑 要是去晚了,剩下小宝贝自己,他会不会哭鼻子呀 多宝宝就知道幼儿园在哪呢 小宝贝放学了,第一个就能看见多多小姐姐 妈妈还说多宝宝走得太快了,让多宝宝慢点走 接宝宝怎么能不着急呢 太多大宝给你领路,告诉你从哪走比较近,咱们就快点走吧 妈妈还说准备好的时间,出来之后可以让多宝宝玩一会会呢 可是多宝宝这会就着急想看见小宝贝 咱们两个快点走,别让宝贝更着急了 虽然是上坡,那多宝宝走得也可快了呢 妈妈你可要跟上哦 前面就要到幼儿园了,妈妈你可快点,咱们从后面走 接了小宝贝,小姐姐就可开心了 一会就想回头看看,一会就想领领小宝贝的 一天都没看着,就可想可想了呢 之前小姐姐每天看见她的时候,都得跟着亲来亲去的 可是在大道上,妈妈不让我们两个亲亲 妈妈还说让我们两个好好的走路,回家就可以一起玩了呢 那多宝宝在前面给你们领路,你们两个跟着行不行 小宝贝你要快点走哦 我们回家的时候,三楼下还取了一个快递 之后妈妈拿了一大堆快递,小宝贝也拿了一个 妈妈还说让我们两个一起领领,这样走路才安全呢 可是多宝宝今天都没有拿快递呢,平时我们三个都会拿快递呢 自从小宝贝长大以后,她就帮忙干的事可多了 小姐姐就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呢 妈妈还说小姐姐永远是小宝贝 可是小宝宝就会长大呢 所以让她锻炼多干活 现在她会按TT了 照顾小姐姐的活,据说以后也要教育她呢 作为她的小姐姐,突然间感觉好幸福呀 明镜需要有点点赞,订阅人物 三楼子 就像礼拜一张צ Silence 韩国鑶在厮设一定提我的 Aww homeowners 分享 dro께서以上的小宝贝 уже很 stret的